这是一个根据美国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 2015年4月12日巴尔迪摩街头 一个黑人青年被警察暴力逮捕 一周后就因挤住严重受损而死在了医院中 而这个黑人青年的非正常死亡 便彻底导致了全巴尔迪摩市民对当地警察的疯狂抗议 他们聚集到一起大声高喊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巴尔迪摩是美国治安最差的城市之一 这里拥有60多万人口 其中黑人约占六成 然而他们的治安差并不是因为这里的黑人多 而是因为这里的警察执法风气计查 白人警察种族歧视严重 黑人警察又没有什么话语权 他们大多数表面披着警察的外衣 实则却犹如30年代的黑暴 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不择手段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抓 甚至就算是在自家门口坐着都犯法 他们没办法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几年前如果你在网上搜巴尔迪摩 你就会看到很多关于这里的负面新闻 在这里杀人 抢劫 贩毒和枪击都是常有的事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一是种族歧视问题严重 二是上面的不作为导致下面的胡作非为 正所谓上凉不正下凉歪就是这个道理 一组数据就可以完全证明以上两点 在过去五年内 一个6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 巴尔迪摩警局提交了近30万份行人拦截 而在这些拦截中 只有不到4%是有罚单或是被逮捕 更加过分的是 其中大多数被拦截人员基本都是黑人 并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数十次 他们在执法时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就拦截车辆 然后对其进行搜查 如果有人不服 如果有人不耐烦 那么对不起 我要想方设法把你弄进橘子里 悲催的小黑就这样以吸紧罪被带死 如果我看你黑人开车不顺眼 那么对不起 请你出示驾证行驶证 如果证件齐全 我也要趁机羞辱羞辱你 这部剧的男主维恩刚来到警局时 还是个丝毫青年 他样样拔尖一身正气 深受警局的人欢迎 同事们都视他为榜样 就连局长都十分欣赏他 但他却还是慢慢地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2017年的某一天他们去执行任务 在一所公寓内不但缴获了大量枪支 还在柜子中发现了数十公斤的面粉 然而他的做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以至于影片的第一集 他就被FBI秘密带了 局长想要和他说些什么 但他的表现却差点让局长气到吐血 别人都不敢正眼看他 而他却敢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随后FBI开始对其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一段关于巴尔迪摩的警察之路的故事 也由此开始 本剧是由倒叙的方式讲述 讲解起来比较困难 所以平台上几乎没人讲解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麻烦大家点点赞催催口 我会坚持跟完 如果想看的人不多 就当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巴尔迪摩的治安 去旅游或是留学的话 还是需要慎重考虑一下的 请不吝点赞催口 请不吝点赞催口 请不吝点赞催口